这张掌柜在水里头,双手搬住了船帮,使劲望下这么一沉, 就把这只船给搬翻了个儿,咕噜,这船一顶朝天,这李逵有打船上哭咚一下子就到水里头,到水里之后,这李逵就把当年学会的那点狗袍的功夫用上了,啊不登登,啊不登登,啊不登登,这张掌柜那是什么水形,那在水里头就好像一条鱼一样, 可以说是游刃有余,运转自如啊,这张掌柜一看李逵下来之后,他从旁边爬往前一游照着李逵的泪下,砰就一拳头,这一拳头打上李逵,哎,小子,拿手这不一划了,一划了这不就交了要往下沉,这赶紧还得刨, 他说一划就那张掌柜撑的一下,又转到李逵这边来了,砰,站到这边又一下,哎,小子,你这,刚这边一划了,就把那张掌柜的沉,钻到李逵的后边去了,钻到后边一伸手把脚脖子给抓住,抓住李逵的脚脖子,这狗袍的俩腿一块儿跑,有一个不跑,他就又往下沉,李逵就,嘿嘿,我说你松开,你松开, 刚一说松开,这张掌柜抓住脚脖子,挠他的脚心,拿着小木手这个抓抓抓抓抓,这一挠,李逵一圈挠脚心,他刺挠,一笑就是一口水,两笑两口水,刚喝两口,这张掌柜又把手松开了,李逵接着还不当当,不当当,这张掌柜一会儿又跑李逵前面去了,站到那脑袋,啪,又是一拳头,好小子,你打我, 李逵拿手抓人家,就跟那张掌柜一嚎李逵的头发有点水,一滴了就起来了,李逵一起来,刚这么一捂着,你给我下去吧,一岸又下去了,这两个人在水里,噗隆噗隆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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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再通打岸边,聚集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的,这一伙的功夫,这岸边就有四五百人,都在那站着,嘿嘿,这俩人打这个阵子, 真的好,在水里吧,一瞧这个张掌柜跟李逵,两个人很有特色,这张头啊,你别看是个渔民出身,那说打鱼的,都应该是古铜色的虎色,这张头不见,浑身上下,雪白,天生的秦府就这么好, 而另一位是李逵呢,长得去黑,就好像一块霉一样,这两个人是,一个白,一个黑,一个像雪,一个像霉,这李逵就好像熊瞎子,那里面打铺了,这张头,就好像浪中的一条白麦, 这两个人在会这一通打,大伙在岸边吵得黑一会儿,这黑下咋个挥两下,挥两下也不行啊,一会儿就得被他灌晕咯, 恰在这个功夫,宋江在酒楼上下来了,因为什么,这戴宗始终没上酒楼啊,走到半道上,这李逵蹦到船上去了, 戴宗一回头,一看人家支州临岸,那船奔江心游过去了,倒在那个水深的地边,一看俩人游打船上,打到船下, 而且在水里边咕咕咕咕这个起来,那个下来,那个下来,这个起来,戴宗在这就喊呐, 哎,张掌柜,住手,住手啊,这张掌柜一肚子气没出来,听着假装听不着,心想我今儿得好好收拾这小子, 宋江在酒楼上等了老长的时间,一看戴宗不回来,宋江游打酒楼上也跟着下来, 宋江下来之后,一看这家岸边的人都站着满了,宋江来到戴宗的跟前, 怎么去了,出什么事儿呢,戴宗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跟宋江这么一讲, 你看看,这不是什么,这二位在这打呢,哎呀,宋江翘着脚,望那个江中一看, 这公李逵啊,已经喝了好几口水了,但是李逵呢,还不服, 哎,还跟着那四伯格那小子,好小子,还不等着,人家这位, 拿李逵在这个江里不就耍着玩着呢,就这张掌柜一会儿的功夫, 一猛的扎下去了,这李逵不当当不当当,刚觉得会不等了, 这位又大底下,蹦蹦起一拱,一脑袋顶在肚子上, 李逵那水喝进去了,拿脑袋那么一顶,哇, 就时候在这个江里边的水又吐出来了,刚一吐出来,李逵一睁眼睛, 蹦,他又下去了,人家一会儿从这边上来, 一会儿从这边上来,把这李逵给折腾的, 宋江一看,哎呀,这李逵不是他的对手啊, 带宗是谁说不是呢,看来呀,这李逵呀, 把人挤穿的鱼都给放了,把人惹急了, 这鱼行的掌柜的,当着这么多少工,这么多渔夫, 他得给大伙出出气,这是,哎呀,能不能惯死啊, 宋江说这个掌柜的,他姓什么,姓张啊,叫什么名字, 他叫张顺啊,张顺,他有什么外号吗, 哎,有个外号,浪里白条啊,浪里白条张顺, 在这江边有一号,哦,一说浪里白条张顺, 宋江猛然间想起来,我跟那混江龙李军见面的时候, 他曾经跟我说过呀,他们这一带一共有三霸呀, 这个寻阳江上有一霸,就是张氏弟兄, 船火张横,浪里白条张顺, 宋江想,我见过这船火张横啊, 船火张横还给我写了一封信, 让我拿这封信,见他的兄弟张顺, 说我有什么难处的话,找他兄弟帮忙, 可是今天万万没有想到,在这不期而遇, 宋江一听,他叫张顺,宋江说,我喊两声, 宋江站在岸边的时候,冲着那水里就喊着, 我张顺,请上来吧,我这有令兄的书信, 宋江这么一喊,有令兄的书信, 这句话可好使了, 就看这张顺在水里边正耍李逵呢, 一听岸上有人这么一喊,张顺哗的一下子, 一撤身,就挤刨, 这身子就过来了, 怎么过,游过来了, 张顺,这游泳技术全面, 你说是洋泳,蝶泳,挖泳, 什么踩水,什么都会, 就现在那游泳冠军不会的他都会, 所以在水里本来就像一条鱼一样, 为什么外面就浪里白条呢, 浪里白条一中解释, 就说他是浪里边的一条鱼, 由于他身子长得白, 叫浪里白条, 另外一种解释呢, 叫浪里白条, 他就像浪花一样, 在这个浪里边, 在浪尖上走, 这两者都说明他水性大, 所以张顺几一下子游到了岸边, 游到岸边他就上了, 他把李逵偏那不管了, 李逵啊, 自个儿还在那水里边扑腾呢, 扑腾啊扑腾, 张顺上岸之后, 刚才谁喊的, 宋江就过来, 哎呦, 张掌柜, 是我喊的, 令兄是不是叫张衡啊, 江湖上人称他传伙, 啊对啊, 您是哪位, 这边戴宗就给他介绍了, 你不知道, 这是山东赫赫有名的吉士与宋江宋宫明啊, 他是冲军发配来到我的劳成营, 跟我也是至今的朋友, 他说他带来令兄的书信, 真的吗, 那书信现在何处, 宋江说书信呢, 在我的住处里边放着呢, 但是令兄曾经嘱咐我, 倒在江州一带, 要是有什么难处, 让我找寻你啊, 我不知道你在哪, 没想到咱们两个今天在这碰上了, 哦, 吉士与宋江, 久仰您的大名啊, 张顺冲着宋江是深深一一, 宋江说, 啊张顺, 张掌柜, 今天我这个魂兄弟, 他不懂事理, 把你得罪了, 你已经教训了他了, 是不是, 你就把他救上来吧, 啊, 你看如何, 看我的面子, 啊哈哈, 那好, 照这么说, 咱们都互相认识了, 我大哥让你来的, 又有我大哥的信, 那自然我们也是兄弟相称了, 我把他救上来, 就看浪里白条张顺, 唰一个猛子下了水了, 几一下子就到李逵的身边了, 这点李逵啊, 正用这狗袍的方式上对岸游的, 啊不登登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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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往对岸游啊, 喝水喝得枪迷糊了, 转得像, 都是不知道哪面跟哪面的, 他糊涂了, 他往对岸游张顺来到他跟前, 照到后膊梗的啪一拍, 跟我来, 一拢了他头发往这边一拽, 这李逵, 一转身就过来, 过来之后张顺一只手, 拢了他这胳膊, 唰唰唰唰一会儿的功夫, 把李逵给弄到岸上来, 弄到岸上来之后, 李逵那必定是个皮屎人, 上岸走了两步, 哗啪, 就趴在岸边上, 趴在那时候, 哎, 哎, 可他妈灌死我了, 张顺在旁边瞅着岸笑, 旁边这些个打鱼的, 这些个船夫也都在那乐, 心想, 哈嘞, 这黑小子, 好好地教训教训他, 张顺这功夫, 一哈腰, 俩手一扶这颗膝盖, 哎, 把这小子搭过身上, 旁边过了两个少工, 把这李逵架起来, 就横淡在张顺的身上, 淡在张顺身上之后, 张顺就这么往前走, 这么一走呢, 李逵这个肚子贴着他这大两骨, 他一走, 李逵这个水就往外倒, 哇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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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顺走了一会儿, 李逵这个水好像倒干净了, 张顺又使劲那么颠了颠了, 这么一颠了, 李逵的水最后一点也吐出去了, 呛的呀, 这个鼻鼎也冲来了, 张顺一看差不多了, 光一歪身子, 把李逵就扔到这地上, 扔到这之后, 张顺站起身来, 怎么样, 我说黑爷, 这水喝的怎么样, 要是没喝够, 咱们接着再喝, 哎, 哎, 好, 我喝够了, 我喝够了, 宋监说李逵, 你得罪了张掌柜, 你怎么能这样办事呢, 能起来吗, 能啊, 这李逵在地上躺了一会儿, 自个儿一翻身, 站起来, 大伙一瞧啊, 眼珠子都红了, 怎么回事, 拿那水枪的, 李逵站起身来, 这回又老实了, 为什么, 浑身都没劲, 哎, 宋哥哥, 让您见笑了, 哎, 不要谈这个了, 张顺啊, 既然是你我弟兄相见, 请到酒楼上依序, 你看如何, 戴宗在旁边也说了, 张掌柜, 你也知道这宋公平的话, 那咱们就一起到那喝几杯吧, 走吧, 上楼, 张顺一听, 好, 于是张顺, 李逵, 宋江, 戴宗四个人一起上了酒楼, 落座之后, 宋江跟张顺呢, 又提起他这一路上的经过, 宋江说, 我在接阳岭上, 碰见了混江龙李俊, 还有催命判官李立, 混江龙李俊呢, 还有两个朋友, 一个叫出洞交通微, 一个叫翻江慎同盟, 我又在这个结阳镇上, 认识弟兄两个, 一个叫梅哲兰穆春, 一个叫小哲兰穆红, 宋江把这人名都报出来, 数给张顺听, 为什么呢, 宋江是为了让张顺相信他, 张顺呢, 对宋江自然是没有怀疑, 因为他早有耳闻, 山东运城县, 有宋江这样一位义士, 江湖上陆林中是人人称道, 倒在酒楼之上重整杯盘, 这几个人在这喝酒, 宋江跟他说了, 待会儿喝完了酒啊, 你跟着我就到我的住处, 把令兄的家信, 我拿来给你看, 张顺顺呢, 好说好说, 咱们先喝酒, 宋大哥, 真是有幸再次相识啊, 戴东说, 今天这叫不打不成香蕉啊, 你和李逵两个人今后, 你们要多亲多厚, 虽然打在一起了, 但是互相认识了, 这是一个认识方法, 一续年龄啊, 这李逵比张顺还大三岁, 说张顺关李逵叫大够, 一续称兄弟相称了, 这李逵跟张顺就说了, 哎, 我是张顺, 我说, 在岸边上, 我把你头发薅住, 我把你捶了一顿, 到水里边, 你把我前后左右的翻好几个个儿, 把我灌了一顿, 你说咱俩这事完没完, 张顺说, 咱俩这事完了, 咱俩可凉嘴了, 这仗就平了, 对, 咱俩平了, 好, 好好好, 哎, 话又说回来了, 咱俩仗平了, 我这鱼可还没买着呢, 这鱼, 你什么时候给拿来, 哦, 对了, 张顺说, 我忘了茬了, 宋大高, 今天你我弟兄初次见面, 我得请您尝尝我们这个寻阳江上的鲜鱼, 寻阳江上的金礼, 咱那是别有一番味道啊, 我这就给您去拿鱼去, 张顺站起身心要去拿鱼, 这工们带宗掏出无量银子来, 兄弟, 我给你这银子钱, 张顺说, 得得得得得, 我能收您这个钱吗, 我跟宋大哥初次见面, 我弄几条鱼, 我还收您的钱, 那就不够朋友了, 啊, 这几条鱼, 我是白送给宋大哥的, 这算白饶, 改日我张顺还得专门设酒宴, 请宋大哥代院长, 李奎李德哥, 咱们一起到这儿聚饮, 好了, 那就那么的, 我先领您的情了, 这张顺转身脉部就下了楼了, 一会儿的功夫, 就低了上来十几条鲜活的金礼子, 寻阳江上的金礼子, 那是有名的食品, 这鲤鱼披了鲜烂棒, 拿柳条顿穿着, 低了上来之后, 因为他们二位要喝这个鲜鱼辣汤啊, 刚才没喝好啊, 所以弄出两条来, 让这个堂光给做, 剩下这几条呢, 张顺就交给宋江了, 说这个, 您低了回劳城营, 您自个儿愿意吃呢, 就留着自个儿做着吃, 自个儿不愿意吃, 您可以送人, 随便, 把这鱼就撂上去, 一会儿的功夫, 这个鲜鱼辣汤做成了又端上来了, 戴宗跟宋江两人是一人一碗, 一尝这个汤, 果然跟刚才那汤是不一样的, 这边呢, 李逵跟张顺两人是一边喝着酒, 一边在聊, 聊什么呀, 李逵呀, 跟张顺又学游泳, 李逵就问张顺, 我说, 你刚才在水里边, 我看你怎么那么厉害, 你告诉我, 你那个水里边的腹的, 说是怎么腹的, 那手那劲儿, 他怎么使, 张顺说, 这个我可不能告诉您李逵哥, 那为什么, 为什么, 我要把这招也告诉您, 回头咱俩要再翻了脸, 到水里头我也治不了您了, 哎, 你流心眼, 咱们俩不是弟兄了吗, 弟兄咱俩还翻脸吗, 张顺说, 我是跟您说个笑话, 等哪天呢, 我教给您怎么游泳, 正这一公分游打, 外边走进了一个女子, 怀里边抱着一个琵琶, 这是个卖唱的, 后边还跟着个老头, 这女子进来之后, 冲着宋江和戴宗轻轻的, 到了一个万福, 宋江一看, 这女子要卖唱, 说唱一曲吧, 这女子一条的琴弦, 李逵呢, 跟张顺正说话, 这女子, 这琴弦一响, 李逵火了, 我这正学游泳啊, 不听, 这一手指头, 这女子扑通一倒, 没气了, 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